今天我們要上的是圓樹的四種基礎畫畫 圓樹畫畫裡面已經有包含空間上的概念 就是會有前後乾絲龍蛋樹木聚散來分出一片樹林的前後 中國畫裡面有一一當十 以十當百 也就是說我畫少量的幾棵樹 但是會顯現出一整片樹林的概念 我們從第一種最基本的最簡單基本的畫法開始 第一種很簡單就是你一筆畫好樹幹 然後再無數的橫筆透過聚散樹密 構成一棵樹的一個形狀 但木不成林 所以說如果我要畫兩顆 三顆 這顆比較矩 比較閃 這顆是比較矩 所以畫起來三顆就等同是一團的感覺 如果說你是一直重複原來的動作 它還是平的 所以說這三顆是成一個一組圓的話 我如果再畫第四顆 距離遠一點 水分少一點 下筆乾一點 墨色淡一點 它就會推遠 再一顆 如果因為墨色會越來越淡 你調墨的過程 雖然比較高 但是它墨色比較淡 或者說我畫線要比較細 沒有那麼距 它就會再跑遠一點的概念 就是後面一點的樹 所以現在才畫了六顆樹 由這樣子聚聚散散 乾乾濕溶蛋的變化 構成所謂的前後空間的概念 現在越來越淡 只是一次墨調到底的話 等於說我剛才 我都還沒有再回去調墨 然後它就可以分出不同的層次 或者說前後空間 樹的大小遠近都不同 就可以顯現出來 越來越乾了 所以水分就會比較少 畫出來感覺樹木的力量就會比較弱 所以從最近 到越來越遠 如果我後面還要再更遠一點 其實很簡單 我就要把 再調成淡一點的墨 畫在它的後面 如果很淡 它就推很遠 再淡 它就會再更遠的 的距離 這是最基本的空間上的排列方法 畫好以後 你看我們講以一當時 以十當百 如果再補上幾顆樹桿 你會感覺上這就是成了一片樹林 當然是從前面到後面 如果我要再把它畫往前面一點 就隨分補充好 調好龍墨 只要你是墨是龍一點 不管大小 它感覺是都會在前面 當然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你的地平線 樹幹著地點的高低不同 近一點就是比較前面 地平線來說 遠一點就會比較後面 再畫一顆 再畫一顆 第三顆 記得在這裡 一定要有疏密俱喪 粗細乾絲 龍蛋上的變化 造型的高低 線質的粗細 我現在把它畫成很粗狂 但是它墨色比較淡 它就會在後面 這個如果更淡 它就會在更後面 如果再調 再淡一點點 疊在這兩個的中間 它就會更遠 你看 筆沒有再去調 它會越來越淡 因為 以前 上課時候 講過 把 毛筆本身筆尖 當作一個調色盤 就是我調好墨以後 它一定是越來越淡 然後越來越乾 因為水分越來越少 墨色 前面的墨色用掉 後面就沒有墨色 或者說後面的墨色就會更淡 好 又這樣子可以分出 前面 前面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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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慢慢的再往後 跳 的這個空間 如果整顆樹來講 可能這邊是最淡 所以它這裡是會最遠 如果我要再更遠一點的話 筆尖再調淡 它就會更遠 這條更淡 它就會更遠 更遠方的話 就是水分稍微多一點 因為遠 空氣透視法裡面 它就會變得有點 萌萌的感覺 這樣就會有前後 這是第一種 畫法 其實後面 三種畫法 排列組合的結構 理論上是都一樣 甚至於說我們在整個創作中的排列組合 其實都是一樣 就是講我們所謂講的 粗細 濃淡 大小 乾絲 由這些變化 下筆的起程 頓挫 轉折 的變化 形成不同的筆觸 不同筆觸 不同的質感 不同的質感 不同的素球性 就是我畫面上想要表現的東西 在這幾個月 某的 是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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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